火到3號北上381.3公里 燕巢系統交流道附近 上午11點多上演了驚險一幕 只見一部拋錨轎車停放在中線車道 但是駕駛不但沒在車輛後方 至少100公尺處擺放三角警示牌 竟然是自己拿著外套 站在拋錨轎車的後頭不斷揮舞 畫面顯像還身 儘管不久之後拖掉車輛前來 把他的拋錨轎車脫離車道 但是駕駛直接站在拋錨轎車的後頭 要是遭其他用路人一個沒注意 高速衝撞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